大家好,土工国 这看似是风贫荡进的 好像没什么事 其实你仔细瞅着一下 发现还是有很多个有趣的事情的 而且背后的水很深 那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北京这个地方水很深的 一般人根本就烫不平 细胞子虽然牛皮红红 它也不行 先跟大家扯扯 这个8月30号 这一天出现的几个新闻 第一个呢 是说这个北京市天安门 说罕见的 人间罕见的 出现了一个奇观 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说过的 叫海市纯楼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上方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 一个奇奇怪怪的房子 说这个房子呢 持续了大概一分多钟 然后就消失了 那我们都知道海市纯楼 这个东西 它是个虚拟的现象 它是个光学的反应 阳光与空气 然后就出现了 出现了一些一个幻觉的东西 始终没有人搞清楚 为什么会有海市纯楼 我这个东西很多人做研究 我们小时候学过 这个蓬莱先进 是不是 说那个地方 海上经常会出现海市纯楼 空中有一座巨大的建筑 这个雕龙画梁的 好像这个天国的途径 但是那一会儿又摩游了 是不是 说这个天安门的这个上空 也出现了这么一玩意儿 这是一个意思呢 一分多钟 然后就消失了 啥也没有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法呢 说这个北京天安门 是个好地方 居然有这么奇怪的景观 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习包子的 所谓的政权呢 它就是一场幻觉 最后就扑腾的半天 啥也没留下来 持续了12秒 然后就没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第一条新闻 里面肯定是画里有画的 到底有没有还是穿到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网上有照片 有人在开车的时候 穿过天安门的时候 发现那个汽车的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探头 是吧 汽车的录像 录出了这样的场景 北京人一下子就觉得 挺热闹 挺奇怪的 那你说天安门那个地方 它又不是海里面 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他们说在空旷的地方 都有可能出这样的事情 比如沙漠里面 也有出现一种海事成怒 比如海上面 也出现海事成怒 但是北京这个地方 天安门这个地方 难道有那么的空旷吗 是不是 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会出这样的奇怪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不就是说习近平的政权 是一场幻觉嘛 是一个很扯淡的 一场幻觉而已啦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是什么呢 说这个土共 中国最近的各地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 就感觉到就是 这是扯淡吗 这是开玩笑吗 它起了个特别奇怪的名字 就是好多县 好多市里面 全国一夜之间 三千多个单位 成立的叫做 砸锅卖铁工作办公室 有的地方叫 砸锅卖铁工作的领导小组 你说你这个国家 或者你这个单位 你这个地方都穷成啥样了呀 砸锅卖铁 我们说怎么说砸锅卖铁的 是不是 说家里有人生病了 是不是 都要想办法给他治病 没钱 砸锅卖铁 也要搞点钱出来 把我们谁谁谁的病给治好了 这就砸锅卖铁 是不是 比如说家里没钱 要送孩子去美国留学 砸锅卖铁 也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 这是天大的事情 砸锅卖铁 它的逻辑协定就是穷 就是没有钱了 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真没钱了 很多地方的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了 很多地方的这个银行也降薪了 没钱了 现在要成立砸锅卖铁工作办公室是什么意思呢 砸谁的锅卖谁的铁呢 是不是 你这不扯淡吗 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所以北京有知情人就透露啊 说这个是这是有人故意通过这种方式 故意给抹黑我们习主席 黑习包子是低级红高级黑 砸锅卖铁 他跟过去的有个词有点像 但是呢 更加吃挪挪啊 就叫什么 要过紧日子是不是 过紧日子它也有同样的意思 叫做什么呢 叫做没钱了 没钱了再过紧日子吧 就今年没收入了 你家里开个会 今年的收成不好 今年的收入很少 咱要结一琐事 要过紧日子了 等下一步的一波的行情来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吃吃喝喝 现在过紧日子 没钱了 没穷了呗 后来说习主席 中南海猜奇 开了一个会以后 他妈的不准说什么过紧日子 过紧日子这个话是谁说的呢 是他们的李克强说的 李克强也是黑了一次细胞子 说要过紧日子 那细胞子呢 这个250的没去重视 他也说行 过紧日子 中招了知道吧 后来蔡奇这个太监的很聪明 说老大呀 不能说这个过紧日子 你一说过紧日子 全国人民都知道 李某有钱了 中国的实力不行了 中央财政这个没钱了 地方财政没钱了 完了以后呢 这个他们就放出一个新闻 是不是 说中国有这么多的省 现在只有一个一个地方的财政 是有一点点这个隐喻的 就是上海其他的所有的省市 自治区都是亏得跟狗血似的 所以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砸锅卖铁呀 除了上海没有砸锅卖铁办公室 其他的都有砸谁的锅 砸老百姓的锅卖谁的铁卖老百姓的铁 说白了就是抢钱 就是抢钱 比那个过紧日子更加吃糯糯 因为过紧日子这句话 是指党兵机关领导干部 是吧 公务员过紧日子 老百姓还觉得挺高兴 但是你现在一说砸锅卖铁 这个东西不对 老百姓不干了 他们说这几天上海呀 广州都有人游行示威 是不是散步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啊 说这个事情呢 来者不善善者不善者不来 是有人故意给黑黑细胞子 向全国的广大韭菜啊 就传递一个消息 说习主席要砸锅卖铁了啊 完了以后你们给我悠着点 然后把愤怒的火焰呢 就引向细胞子 那第三个新闻是什么呢 三个新闻就更有意思了 说这个人民日报 还有这个人民网 还有这个今日头条 还有网易 还有经济日报 还有参考消息 他们说都发了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日本呢 在使坏 日本联合这个德国企 联合起来搞了一件 让习包子晚上睡不觉的事情 就停止给中国的那些 这个牛逼哄哄的叫什么来着 高铁出口他们的这个高铁 那个火车的那个车轮子 车咕噜是不是 因为这个东西啊 高铁里面有两个东西 中国人是干不了的 第一个是那个轮子 因为它速度快嘛 你看多坚硬呢 中国没有这么好的钢材 都是要从德国 从日本进口的 第二个轮子 这个东西可不好做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是一个玩车的人啊 我现在当然现在不玩车了 这个农骨这个东西啊 你千万不要买中国产的 是不是 它做不好 你必须去买日本制造的 日本制造的农骨 那好的不行 德国制造的农骨好的不行 我就这么告诉你 美国造的农骨都没有 德国和日本造的好 这里面是有黑科技的啊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高铁的那个铁路 它铁轨嘛 是铁轨铁轨之间 它是用螺丝 把它拧在一块的嘛 完了以后把它固定起来嘛 这个螺丝也是做不了 只有德国人和日本人做得了 现在德国人 主要是日本人 联合德国人 就把这个轮子 和这个高铁上的螺丝 就给压给禁运了 也就是卡脖子了 是不是 脖子卡得又红又粗 越来越像一个猪头了 猪头是猴子的屁股 红通通 这三个新闻其实很有意思的 就是中国你看似风贫荡静 其实说白了 就是真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政府第一条新闻 是吧 海市纯楼 说你习主席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政权 就是一场幻影 你崩打不了几天了 是不是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砸锅卖铁办公室 没钱 你准备抢老百姓的钱 老百姓跟你拼命 是不是 砸锅卖铁办公室 他怎么想的呢 是不是 他怎么就想这么一个 瘦主义呢 肯定不是中南海的意思 肯定不是蔡奇的意思 肯定是有人故意这么搞的 他们就经验发现 北京这个地方 都有这个砸锅卖铁办公室 但是上海没有 很有意思的 这绝对是有人故意黑细胞子的 就像当年我们是刚才说的 过几日子这个词 都不是习主席的亲自指示 是李克强这个孙子黑了他一把 那第三个事情 就是日本跟德国联合起来 封锁了 卡了一下这个中国高铁的轮子和模子 习主席吃不了兜了 那中国这边没什么东西吗 你记得当时这个李克强出访欧洲的时候 他要推广自己的产品吗 没有东西 你总不可能把中国的房子出口出去吧 你也总不可能把中国的矿泉水 是吧 或者是农铺生泉出口出去吧 没什么东西 就是那些小玩意儿 扭扣什么的 没什么东西 后来他们就搞三个东西嘛 第一个是什么呢 光复产品 这是李克强推的光复产品 后来也卸菜了 在欧洲遭遇到反倾向 第二个是什么呢 高铁 所以这个高铁 修高铁 习宝子亲自推的 要把中国的修高铁的技术 输出到非洲 甚至说有一段时间 输出到美国 这是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就是电动车 现在电动车 加拿大 美国都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也卸菜了 如果高铁最后都被卡脖子 习主席的经济真的完蛋了 所以他们说高铁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名片嘛 也卸了 高兴吧 高兴 谢谢